在石门区从五爪轮要通往金华山这段长达500公尺左右的道路 路幅太过狭窄,就连要汇车都会有问题 因此,里长也希望各相关单位能够帮助进行拓宽工程 让经过这里的驾驶不要再惊险汇车了 一群人在马路旁边议论纷纷 今天上午由石门区公所、汇同市府交通局以及在地里长等人 一起来到石门区北二十乡道的六公里处 又来汇看这条道路的拓宽蓄仪 原因就是因为从五爪轮要通往金华山的这一段长达500公尺左右的道路 路幅太过狭窄,就连要汇车都会有问题 就汇车啊,那要让人家啊 我要让你过就刚才车子我要让你过 对对对 那是汇车的状态啊 对对对 所以这边常常就是会不好 然后主要是起雾,你又冬天起雾,现在冬天到起雾的时候 你会看不到 就看不到 对对对,就会起雾,你看不到车子 有时候突然间到要汇车的时候就不小心了 没有人下来指挥,你就会危险了 那刚好附近的人啊 对,有看到我们刚好有人过去 是我们刚好有要过去 看到那车子在那边,然后我们开货车再帮他拉起来 附近民众表示就是因为路幅太过狭小 日前还发生在这条路中间 遇上了两台轿车要汇车 而当时山上起了浓雾导致对于路况不熟的车辆 有一半的车身就卡在边坡,无法动弹 而里长也说只要是遇上对象有车 就得要其中一辆车倒退相当长的距离 相当不方便 路比较狭窄 现在地主已经同意我们来托返 他同意车已经盖了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那边也同意我们这边来坐 汇车啦,什么车子比较多的话 还可以来经过 要不然这边路段比较危险 一段的话,两个车在汇车的时候 那个路很不好走,很窄 有的时候会掉到水柜院 在会看现场遇上车辆经过 就连行人都得要倒退到草地上 里长说这条道路日前有向部分的地主进行协调 而他们也同意可以让道路拓宽 现在就只差新北市政府的经费到位 里长也希望各相关单位能够帮助进行拓宽工程 让经过这里的驾驶不用再惊险汇车了 记者时段医师们采访不到